吴宁朗 米宇宁桑 大家好 欢迎收看10月26号的大花莲地方新闻 我是高双双 先一开始带你来看到花莲县议会 在26号是县政总质询 那么县议员吴东升是以书面来做质询 其中提出希望县政府能够提出花莲市 名字头的联合活动中心的兴建规划时程 有明确的时间表 等一听来做讨论 县议员吴东升提出了108年花莲市民意礼 民想礼 民心礼 联合活动中心的规划新建 至今完全没有消息 而现有地的城租户无法修缮地上物 希望能够提出修缮办法 以及大城新村 新兴路周边排水基础设施 老旧 期待改善等议题进行质询 这是本席在本届最后一次的质询 那东升也整理了一下 四年来东升建议县府做的建议案件 大大小小上百件 大部分都已经改善完成 要感谢县府团队的努力 它的执行效率 但是还有一些提案 它的进度非常的缓慢 甚至还没有进行 那东升就借由这一次的大会执行 跟县府团队来探讨未来进行的方式跟骑程 大概有六大项 不管是在都市计划还是基础工程 甚至连县府层住的土地这方面 那就这六大项方面 第一个是东升在108年提出我们民意礼 民享礼 民心礼 联合活动中心的规划兴建 至今完全都没有消息 那本期一直查询 民意段 民意一小段地号 是花林县政府的土地 它的地幕也可以做活动中心的用途 那实际上我们这个山里大概有七千人 两千八百户 还没有一个活动中心 可以提供民众洽工 咨询室内休闲活动的场所 而且这边有抵费地标语款 可以来作为规划使用新建活动中心 为什么建议了那么多年还没有下文 第二个是在109年5月份的提案 东升建请县府研议 订定现有基地成租地上务修缮的同意书 第三个一样是在109年5月份提出的 东升在走访渔民的过程 了解到渔民的苦 渔民的痛 那他们一直希望在我们的渔港的港嘴要加深工程 尤其是退潮的时候 船底有可能会刮伤 不知道农卫出这边的进度是怎样 为什么到现在完全没有回报 第四案在110年3月的时候 东升就已经提案要求 因为大城新村附近地区 它的细部计划已经通过了 那它有一条计划道路 是从府前路一直开到上至路 大家都知道要付就要先开路 那一个都市计划的继承区 要有的是道路 要有的是水沟 要有的是排水系统 排水系统有雨水跟污水 这一些完全没有进度 没有在做 再来第五案的部分 东升也曾经提案说 要请县警察局交通队 到国中小到现场去看看 上放学的情形 这些年来东升执行岛户 五百多次 发现了许多的问题 那也逐渐的下去改善 不管跟县府跟市工所 总是遇到一个来解决一个 但是现在还有许多的学校 民理国小还有国风国中 民意国小这些的动线还是有问题 东升也曾建议要铺设人行道 虽然人行道是市工所应管的 它的全责划分 市工所是负责管养 但是这条人行道在商校街上 它是过去国宅用地 有许多退休的公务人员在上面居住 虽然是私有地 但是如果市工所要私做的话 它要区分所有权能 百分之百的同意才可以 这一点真的没有办法做到 站在县府的角度 公公公众使用20年的场所 道路是可以来做维修新建的 是不是行县府加快脚步 这一条人行步道它并没有很长 但是攀关整个商校街的路面 商校街的景观 还有居住在附近居民 它的行的便利 希望县府这几点能够尽快地做到 如果连议员的建议 县府都可以拖延的话 那一般百姓是要如何来向县府 做出诚勤改善的动作 以上 记者凌杰 华林寺 蔡宝伯老